我們這麼心情今年要捧著一個 Elegant的方式走這個紅地之間 隊長你說的話很Elegant 因為今年我們就要裝鞋並重 我們要很正經地訪問金像獎 所以我們沒什麼說的 因為隔了三年 所以我們都要很興奮參與這個城市 以及我們要非常尊重這個場合 所以我們今天會很收斂 但三年前真的很不同 三年前是在室外 現在疑似了來這裡很特別 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緊張 在這裡之後 大家想看我們搞笑一點 想看我們搞笑一點 其實也要看場合的搞笑 因為我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 一搞笑就太搞笑了 我們現在希望正經一點 現在控制不了自己 控制到 因為我們在下面坐 今晚我們比較 有位坐 我們比較作為一個學習的身份 正經地來見識一下這裡 希望未來的日子 可以有機會 可以參與多一點這個城市 對 更好 你們是否公演指尖 會呈現的 劍村的導演想騙嗎 基本上所有都想騙 對 我們應該是任何人都騙 對 無論是前輩 即是有經驗一點 還是新的導演 我們都想騙 對 即 有沒有差距性 某幾個 你們 想拍周星馳 你想拍周星馳 你一開就拍周星馳 好啊 你想拍周星馳 都可以的 你呢 自動性 但保錡今天張家輝會來 是啊 真是嗎 但會不會有點失禮 我真的 我怕自己有點失禮 保錡會失控 一定很失禮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張家輝 保錡很想見 你敢過去握手嗎 現在有點手寒 我怕我一會兒手寒多 他說為什麼你手寒那麼多 他說因為見到你很緊張 你們喜歡張家輝陪我去握手 行不行我喜歡張家輝 好啊 真是嗎 好啊 就這樣 控制著自己的興奮 今天我們最失控就是 陪保錡去見張家輝握手 我們今天最失控的名題 其實今天我們都不清楚 是有什麼嘉賓 因為 我們全部都會很失控 男生還是女生呢 男生呢 因為我們說了女生之後 我們怕我們真的很失控 是啊 哇 劉先生 你見到劉先生 好開心 你開始很失控 我開始提名字 早幾屆都見過一次 第37屆的時候 是 有過去握手嗎 有啊有啊 當年 當年我有機會見到他 我也是去打個招呼 有拍照 有拍照 我記得當年是 他剛剛下車 我們就站著等著 然後氣場很厲害 我們不敢走過去 真的是一個巨星的氣派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